新北市板橋早上十一点都发生一起意外 一名工人在巷子里搭建普渡用的棚架的时候 疑似不小心踩空 整个人直接坠落到马路上 后脑着地第一时间意识模糊 同事赶紧打19来报案 将他紧急送医 初不了解这名受伤的工人年约40岁 疑似是没注意到脚边的状况 才会踩空坠落 因为是头部着地 头部有撕裂伤 并且有明显的伤口 并且有出血的情况 幸好送医急救之后 生命迹象稳定 至于是不是公安出了问题 防护装备不足 还是有其他原因 警方要持续理清